来求见我的人几乎千篇一律地都在西求从我这里获得大圆满法 说实话,就算我给你们传了大圆满,大手印 如果你们没有学好修好基础法 这就如同位给了你们金刚石,你却没有具备融化它的位 要知道,这样的结果只有一个,硬吃进去了就等于自杀 这句话一点也不威严耸听 倘若你们不脚踏实地底从四个转心法,五个加醒,扎扎实实 循序渐进地修持过来 一旦好高无远,次第颠倒,自信定会越修越迷乱 这样修行,不就是自毁会命,自断解脱吗 还有,现在很多人都在争着,做一个名流的修行人 他们看似非常盲目地在修行 于是乎,自己见了多少上师,自己得了多少灌顶,自己接了多少法,自己念了多少咒 以及自己的梦境,自己的感应等等 都成为他们炫耀自我功德的本钱 如此力争成为一个名流修行人 殊不知,即便自己辛苦忙碌中所获得的些许功德 也会因如此迷乱的炫耀而完全丧失 更可怕的是,在不断追逐中的炫耀情绪中会进一步催化 自身贪嗔痴吃慢级的滋长 这样的修行终将得不偿失 总之,我们不但不能炫耀自己的根本上师 自己所修的法,以及自己的修法功德 相反,我们还必须严守这三方面的秘密 原则上,在自己没有开悟之前 不可公开自己的根本上师 所以在藏地,倘若一个修行人 公开了自己的根本上师 就表示这个人已经开悟了 另外,我们对自己所修的法 也应该严守秘密 原则上,在自己没有清见本尊之前 不可公开自己的本尊 最后,我们对自己修法的功德也应该保密 原则上,在我们还没有获得实名果位之前 不可公开自己的修法功德 同样,保密就是为了减免我们 因自身浮惠、自量浅缺 此心还不具备坚定 不退转的正信使所导致的种种障碍 阿囚法王开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